听说在内湖碧山沿 藏着一间美丽的秘境餐厅 必须要走过白石湖吊潮才可以吃得到 光看着网路上那么长的吊潮 才骨折又有巨高症的我 心里有些害怕 但是为了悬访美食 还是鼓足了勇气 吊潮很稳固 不是那种会摇摇晃晃的 边走边拍 116公尺很快就走到了 回望来石路 真是太有成就感了 过了吊潮再走上一小段路 就可以来到农舍田园咖啡意大利菜 和同心池的入口 哇好漂亮的露天咖啡座 据说这里是以前赛道谷的场所 餐厅的前身是堆放农具的农舍 对我来说这家餐厅里里外外都很美 气氛感觉很好 也许因为是平日 人没有那么多的关系 这家餐厅提供经典主菜 像是普罗旺斯 芦芋佐 姜黄麻糕奶油酱 樱桃鸭胸 佐 农舍 蓝莓酱 卤烤发式羊排 佐 无花果 酱汁 还有多种口味的意大利面和炖饭 荤素都有 点主餐令加199元 可升级为套餐 附沙拉面包汤和咖啡或茶 我和好友这次点了 卤烤咸猪肉剥皮 辣椒 意大利面和番茄罗勒 墨鱼炖饭 两样都很好吃 并且尝尝如何 好安的 你明昏 餐后我们另点了松饼 来延续幸福的仪式感 以棒棒糖 施法的概念 制作的松饼 非常有趣 在这样氛围的餐厅用餐 窗外的绿意和光影 十分疗愉 找个天气更好的下午 我要再走一次调查 来这个露天咖啡座 好好享受下午茶的时光 闭山岩知名的景点 童星池就在餐厅的后下方 欢迎持续追踪 橙如溪的美食走独小旅行 优优独小旅行 优独小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